- 誰啊? - 誰啊? - 我是台灣農民,台灣是中國的! - 結果我的國籍上面是寫中國,我非常非常的開心 哈囉大家好,我是巴九,昨天有位小粉紅啊,他翻牆在臉書上的社群啊,發表了一張圖片 他把35塊人民幣的便當給秀出來了,然後講說什麼 - 看看你們這個台獨分子的行李之娃,是不是被台灣政府給洗腦愚民了? - 你看,就是這副菜啊,換算只要152台幣啊,你看還說我們大陸人很窮 - 你看,152就可以吃到這麼多了! - 我真的會笑死欸,便當的價格歸成這樣你自己不知道嗎? - 你又不是什麼健康餐啊,也不是什麼進去店裡面吃的那種輕食料理是不是? - 而且你這個還是預製菜啊! - 你看那個雞腿,那個雞腿我估計放外面兩個月都不會壞啊 - 所以小粉紅,你們的時薪有超過35塊人民幣嗎? - 也就是說,你再餐35塊人民幣對吧? - 你要工作多久吃得齊一餐,這是比較關鍵的問題你知道嗎? - 即為什麼今年這個廣東珠三角那邊,長三角那邊一堆什麼 - 時薪9塊,12塊,15塊,18塊的是怎麼樣? - 欸我就給你抓最高的18塊啦 - 才吃得起你的這一餐欸 - 而裡面多少科技很火,還賣這麼貴 - 都不敢說了 - 啊我中午有時候會吃這個照燒雞腿健康餐啦 - 才140欸,還便宜你12塊了,還沒有你這種滿滿的調味料 - 我以前在彰化讀書的時候,我打你這樣的份量 - 也沒有150塊這麼貴 - 於是這條留言啊,就被我們台灣網友瘋傳 - 很多人都貼出自己的午餐,來打臉這個小粉紅 - 帶大家來看一下齁,有網友回他,我吃這樣110 - 蛋菜飯,豆干,還有一碗湯,然後還有一個大雞腿 - 還有這個是什麼,什麼紅糟肉吧,還是什麼什麼豬肉之類的 - 排骨,我們核心醫院的餐點都比你們好吃 - 不含飲料的話我這樣80塊 - 然後有人說你看,這是我的啊 - 有一個美式,然後還有一碗飯,還有一個菜啊蛋啊,還有鮭魚 - 含蛋糕,旁邊有一個小蛋糕,150塊,還有人說你看,我吃一碗乳肉飯 - 還有一盤大的這個,這個是什麼魚 - 反正就海鮮,然後還有這個是油條嗎,還是豆腐,看不太出來 - 也是150啊,然後有人說,你看我這份比較貴啊,300塊台幣 - 但是這是兩人份,我跟我妹妹一人一半,兩個人還吃到超級撐超級飽的 - 秒殺便當一個七十元,一個雞腿,還有這個豬肝,對吧 - 還有白飯嘛,還有菜跟肉 - 還有人說不好意思啦,我這樣一百三 - 你看我們這樣一個人才七十五 - 老實說我一餐花三四百塊,也是非常日常啊 - 我真的沒有辦法在那種類似那種玉製菜便當菜花兩百塊 - 我寧願花五六百塊去吃熱炒 - 然後呢有北京的一個網友就說 - 你看我吃這個鴨腿麵,這樣物價是42塊人民幣 - 換算台幣的話是184.8 - 我們去外面吃鴨腿飯,鴨腿麵多少錢90塊還是120 - 印象中是這樣,而且我還是叫外送的齁 - 你們在幹嘛啊 - 我17年那個時候到上海,我也是餐餐吃餐廳啦,對吧 - 很少吃那個路邊攤啦 - 你們餐廳的物價我跟台北真的沒有差很多耶 - 有的比台北貴,當然也有比台北便宜的 - 因為那個匯率也不一樣 - 但普遍來說是貴的,而且味道是差的,對吧 - 而且我就在那邊吃嘛 - 那邊吃你們外面會貼那個招聘廣告嘛 - 我就想說這個上海耶,月薪四千塊耶 - 還有三千五,我看到有五千五的啦 - 然後這樣的物價,還有你們賣那個奶茶店 - 那樣的物價,跟這樣的薪水完全不成正比耶 - 你這個物價,你少說換到台幣 - 你起碼要八千起跳,起碼一定得八千起跳 - 因為你在上海的物價,結果你開四五千 - 還有三千五的,我真的不知道你們是 - 怎麼能夠可以在那邊生存,很厲害耶 - 生存專家,生活達人去拍那個discovery - 動物星球生存頻道啦 - 我在蘇州的西郊利物普飯店用餐的時候也是啊 - 那個魚肉跟那個菜,這次味道真的是 - 不知道是,那是吃什麼科技也很活 - 我真的那一吃就吃出來耶,因為你平常沒在吃嘛 - 你看那個端上那個一車的大魚,哇靠 - 一整條大魚都你的耶,很難得嘛 - 因為在台灣吃一條大魚也不便宜嘛,對吧 - 你吃,哇靠,我吃一口我不吃了 - 我們那一桌台灣人沒有人在吃這個耶 - 那價位也不合這個CP值啊,對吧 - 我不是分享過一個在上海打工三年的小哥 - 他就上網痛罵,你看那個食物越來越貴 - 而且品質也是越來越差 - 都是預製菜,他也吃的出來嘛 - 你看我們中國這個餐廳在歐美也有品 - 他們用的,就不會用這種預製菜耶 - 也不會用這種組合肉對吧 - 所以我實在不知道,中國這樣的平均薪水跟這樣的最低薪資啊 - 還有這樣的物價,水電,油價,消費稅,五險一斤 - 你們是怎麼能活過來的 - 而且說實話,你看過歐美人拿出自家的菜然後去比嗎 - 當然不會啊 - 當你率先主動的拿出食物去對比 - 且,雨帶貶低,其實你已經輸了 - 因為你沒有自信到要拿食物去比 - 我跟你說今天是這樣子啦 - 你看喔,越南跟泰國嘛 - 那邊的人如果拿他們當地的物價來比台灣 - 那確實會很便宜啊,對吧 - 分量也很多嘛 - 但問題是他們的平均收入跟人均就是輸台灣跟歐美嘛 - 但你不覺得很可悲嗎 - 今天中國的人均才多少?一萬二 - 啊你貼出來的食物物價跟台灣差不多耶 - 甚至有些比台灣貴,你不覺得丟臉嗎? - 喔當然啦,像中國東北那些地方真的是物價是更便宜 - 真的是很便宜啊 - 但那邊人均多少?那邊薪水平均來說是多少? - 你們自己心裡不清楚嗎? - 而且那三省又是年年負債的大省,對吧? - 如果今天中國人均四萬多啊,六萬多 - 你物價比台灣貴,那我覺得很合理,也是非常正常 - 但你們有嗎?沒有 - 所以你們粉紅不覺得自己國家的物價非常的詭異嗎? - 你看法國人均大概多少?四萬兩千多吧 - 多台灣大概九千一萬 - 如果今天台灣的物價跟法國差不多 - 那我也會覺得是不是我們台灣怪怪的 - 我們台灣一定有問題 - 但顯然法國的物價、水電、油價、房價、消費稅、所得稅、房地稅 - 還有各種各種的稅都比台灣貴很多 - 所以很正常 - 像最近有這個加拿大YouTube啊 - 他就說很多加拿大年輕人已經不是買不起房的問題 - 是租不起很多人都回去跟父母住了 - 因為要知道歐美人沒有像我們亞洲這種 - 跟父母住的觀念 - 就是成年之後大部分我就是自己搬出去住 - 對吧?大部分他們的觀念是這樣 - 那是什麼原因? - 迫使他們放棄了這種觀念回家跟父母住 - 房租太貴了,漲房租了 - 所以粉紅們有時候上網炫富的時候 - 先做好功課,不然真的蠻丟臉的 - 然後盡量去了解一下 - 國際上是不是只有中國 - 或是是不是只有台灣 - 發生這樣的狀況 - 而發生這樣的狀況如果國外也有的話 -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先了解這個前提喔 - 那為什麼我會這麼說呢? - 因為下面這個粉紅就是因為不做功課 - 鬧出了笑話 - 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喔 - 哇!有塞球呢! - 白癌了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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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日語都不會講你還敢打電話去嗎? - 要笑死了! - 至今還是一堆粉紅在疫情台灣 - 帶大家接著看下一段影片 - 大陸的兄弟姐妹! - 你們好! - 我是台灣奴民! - 我愛我的祖國! - 台灣是中國的! - 你看後面那個窮山惡水! - 你怎麼看也是中國內陸的省份吧? - 還有台灣並沒有冷到要穿這樣啊! - 還有這個... - 所有的風格啊! - 都是中國大媽的... - 連口音就不是台灣了! - 你這搞笑啊! - 那至於這個地方在哪? - 在河南的上淫村啊! - 俗稱台灣村! - 那為什麼叫做台灣村呢? - 因為中共媒體說啊! - 早在1668年啊! - 一群從台灣來的原住民 - 俗稱高山族啊! - 來這邊定居了十幾二十代啊! - 然後呢就找了一堆演員啊! - 填公台灣人來這邊認清啊! - 上演這個尋親祭啊! - 來證實這個台灣村是台灣原住民的協同! - 所以兩岸之一家親都是中國人! - 你這搞笑喔! - 你看這個雕像! - 我只能跟你說啊! - 原住民當時多數都是信仰天主教基督教 - 不然就是自己的這個祖靈嘛! - 不可能下面給你翻一個太極的圖案! - 不可能啦! - 你來花蓮看看至今多少原住民 - 還是這個天主教或是基督教的樣式! - 不可能立一個銅像下面是一個道教主 - 或是佛教! - 不可能啦! - 還編寫歷史說 - 喔! - 這是正成功時代拉過去的原住民! - 嘿! - 嘿! - 你這個歷史就編得很清楚! - 文革8964的歷史你就忘了! - 對吧! - 好啦! - 即便今天原住民到中國啦! - 那個年代哈! - 竟然不是在沿海地區耶! - 而是從沿海地區再跑到河南 - 中國和內陸的成分! - 而且是在語言不同的情況下 - 沒有錢財的情況之下 - 你跑過去你生個十幾二十代 - 哇靠! - 你們不要逼我稱讚揚成林啊! - 接著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 - 舔共台灣人讚揚祖國的影片吧! - 我的台報證 - 我的台灣居民居住證 - 都是祖國媽媽給我的保證 - 就只有西二駕駛證 - 是靠我自己的能力考來的 - 結果我的國籍上面是寫中國 - 我非常非常的開心 - 謝謝祖國媽媽 - 台灣人就是中國人 - 你就是炎黃子孫 - 拜託你們先去了解一下 - 炎黃子孫 - 它是一個政治上創造出來的名詞 - 好嗎? - 所以我只能說啊 - 你要去歐美日韓自駕遊的時候 - 千萬不要回台灣申請國際駕照 - 你就在你祖國媽媽福建那邊申請就好了 - 到歐美日韓租車的時候 - 千萬不要拿出台灣的國際駕照 - 或者是台灣的駕照 - 因為像這個在加州租車嘛 - 你就必須得拿台灣中華民國的駕照 - 因為加州他們不認國際駕照囉 - 還有你千萬不要拿出你的綠色護照知道嗎? - 也要拿出你的台胞證跟紅色護照 - 還有你這個C2啦 - 用你這個C2去申請 - 你就知道台灣的駕照跟中國的駕照 - 在海外比起來我們的駕照方便得多了 - 這是中共政府發行承認的 - 對吧? - 你說的這個C2還有什麼台胞證 - 所以我剛剛說的 - 不管是台灣政府發行的國際駕照啊 - 或是護照啊 - 甚至是國內駕照也好 - 都不是中共政府承認的文件 - 所以你千萬別慫 - 不要當一個假的中國人 - 要當就要當堂堂正正的 - 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 - 做不到就不要靠腰啦 - 知道嗎? -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- 喜歡記得訂閱不記得 - 一定要把我封鎖 - 我是發展三次見的 掰 - 發展三次見的 掰